各位評審老師大家好 我們的專題名稱是 別衝動 我們製作這次專題的動機是因為 第一點 常常在市場時 可以看到歐巴桑牽著還沒熄火的機車 在選購食品 可是如果這時不小心誤吹油門的話 可能後果不堪設想 第二點 假如不小心摔車跌倒之後 身體的反射性動作是尋找可以保持平衡的東西 而這時手上的東西無礙是機車手把 結果導致誤吹油門造成脫型 接下來是製作的目的 第一點 減少駕駛人對於一時的錯誤動作所導致的傷害發生 第二點 用於電動機車的電子油門控制方式的一個啟動裝置 第三點 避免危險駕駛 再來是製作方式 以Arduino晶片配上手把上的壓力感測器 和椅墊上的微動開關三者均達成 Arduino才會給予計電器電壓 使得吹油門才有動力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在電動機車上的元件 這是我們在椅墊上經過美化過後的微動開關 這是左邊把手的壓力感測器 以及我們右邊把手的壓力感測器 最後是我們的LED警告燈 接下來是我們專題的操作方法 我們只需正常騎乘機車即可 將雙手放上握把安全指示燈便會熄滅 油門便會有動力 如果將左手放回安全指示燈便會亮起 油門斷開動力 再將左手放回安全指示燈熄滅 油門就再會有動力 如果將右手放開安全指示燈會亮起 油門同樣斷開動力 再將右手放回安全指示燈便會亮起 再將右手放回安全指示燈便會亮起 油門又有動力 如果屁股離開坐墊 安全指示燈同樣會亮起 油門斷開動力 以上是我們這一次專題的製作 謝謝各位評審的觀看 請問一下